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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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不访马拉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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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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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想之所以會有冠聖節 是因為我們先改了馬拉松的時間 過去都是在一、二月的時候辦馬拉松 但是常常被批評說可能因為東北季風 所以我們因為兩年受到疫情的影響 因此我們試著調整我們馬拉松的時間 到十月底在東北季風還沒有出來之前 那最近這幾天天氣也慢慢變涼了 我相信對跑者來講就是一個好事 那今年的馬拉松我想因為在十月底 就碰到了這個萬聖節 所以也讓我們願意把這個創意結合我們辦理的馬拉松 未來希望每一年過萬聖節的時候 就想到高雄富邦馬拉松繼續在等著大家 大家一起運動 那可以幫我們預購的時候 會是怎麼和三十六個兩邊的賽事 還有幾個堅持之後的經濟 是 我們這一個高雄富邦馬拉松 我們從十月二十九號開始 就有一個萬聖節的party 那我們這個3K的範圍其實非常的短 但是我們希望所有的親子 所有的好朋友還有大小朋友 大家可以甚至帶著你的小狗狗 你的寵物大家一起來3K 那那範圍中我們從大陸 最華路到海東路然後軍校路回來 我們會在我們的前庭右側那個草坪 去年在那邊會有辦party 會有摩摩檯的哥哥姐姐 大家都一起來跟小朋友一起奉快 所以還沒有準備好萬聖節的幼稚園 還有托兒所還有很多國小的 歡迎都一起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隔天一大早 就有我們的老總出發馬拉松 那這裡當然有全馬泛馬還有10K 那麼這一日報名的人數大概六千多人 那我們當天呢就會在五點多的時候就出發 那我們希望說所有的市民朋友注意 我們路線都有特別提到 就是會有一些交管 但是我們也希望大家這個搭乘大眾捷運交通工具 可以避免受到影響 那為了推動這個搭乘大眾捷運交通工具 我們特別準備非常豐盛的這個抽獎活動 裡面包括了從今天開始到30號 我們每天都會抽一位就是888元 那另外就是在30號那一天我們抽三位 他可以拿到這個捷運一卡抽8888元 那也透過這樣的活動能夠喚起市民的這個 對交通迴避那些管制路線 同時另外一個是對於希望幫我們馬拉松 跑者加油的這些里民們 跑過你們附近的精彩的點 大家也能夠一起出來共襄盛舉 能夠為他們為跑者加油 展現我們城市的熱情跟友誼 高雄馬拉松可能會被比較擔心就是說 受到阻礙的這些民眾 他可能會比較沒有耐心 所以可能會產生一些衝突 那我們就想了是不是可以把這些聲音 把它轉化成加油的聲音 鼓掌的聲音 所以我們現在就邀請了更多的領里里長 他能夠帶他們的里民出來 還有學校也能夠來表現出自己學校的特色 所以呢我們也邀請更多的學校 像中華異校還有這些高雄市的集所高中 或者是沿線的這些國中小 他們也都能夠出來 那這個無非是希望大家從小就有一種熱情 能夠推動我們的體育 特別是為這些有世界級的馬拉松的這些選手 有幾個彭亞的這些選手也能夠去加油 所以當天我們希望我們高雄充滿的是 加油的聲音熱情的聲音 那這樣的話我想我們城市友善的形象 能夠一起建立 當然以後也要天天都運動保持自己的健康